我相信沙特和UAE甚至有可能被伊朗的建交 这个建交是什么 就美国就彻底让我干掉你伊朗非法政府 我给你定点包括 我让伊朗人民回到国际社会 这是伟大的 是当美国支持错了这个IGB的这一派 然后呢现在让了伊朗那么多年 跟中国一样被这几个流氓给绑架 把这几个流氓政府干掉 让伊朗回到过去民主时代 然后跟中东融在一起 如果伊朗UAE以色列沙特和平了 你去想想共产党过去的几十年 他就是V2 V1.5 一在中东他认为我战略政治成功 地缘正宗 搞伊朗一路啊 中东啊 石油啊 能源呢 一代然后在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呀 然后就牛的路行了 然后0.5在非洲 搞的这些东西 完全是搞的这个这个蓝天皇知识独裁 如果中东这个UAE的变化 现在大家知道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真的不知道 人家就建交了 这是多大脸啊 这是什么 UAE非常的清楚 我和中国人友好 我估计是我国家人民的利益 我估计的是美 我跟随的还是美 美国 然后呢 一直每变 我可能给伊朗达成历史的协议 我能跟以色列好 我干嘛不能跟你伊朗好 我跟伊朗没啥仇啊 这个沙特也要跟过去啊 沙特一旦跟过去 埃及你能不跟吗 那埃及跟整个东非 北非 那这些国家 都七二娃娃全跟过来了吗 那你在共产党的1.5 什么一代一路 2025都跟屁了吗 你知道这个意义有多大吗 这个意义的影响率 对咱灭共来讲 它这个影响太大 卸了整个共产党的半条腿 甚至说卸了一条大腿 因为它整个一代一路 整个中东战略 整个东非北非的 彻底失败 而且杨娘娘在这 在中东战这个 这个是个最重要的人士 弄了几百亿美元的利润 全家在那发大财 你说这 共产党会不查他吗